二位老师,我听说咱们银滩这边有个比较好的小区,是什么小区啊? 秀水雅院。 秀水雅院,是指那个吗? 对,这个。 它怎么不像个居民区啊?好像是个活动中心。 这个小区有什么特别的吗? 供暖。 哦,还供暖。 这附近小区都不供暖,它供暖? 它供暖。 哦,森林大厦供暖,后面。 哦,那是大酒店供暖的,正常的。 对。 它小区供暖,一般的小区供暖都是什么二、三线吗? 三线维利亚,什么山水家,山水人家是吧? 对,要咱们过去看看吗?这个小区。 挺好的小区。 是啊,您去过没有? 去过三四次了。 三四次了,还有什么特点? 四五次。 特点就是设置比较好,房子质量也比较好。 哦,贵不贵呢? 当时五千,最早是五千嘛。 五千卖的。 五千开始卖的,哪一年的房子? 应该是在17年的。 哦,17年。 生殖不少,就是一万多。 哦,生殖不少这个? 哦,来抽抽看看这个小区。 我一个哥们,这个哥们是北京丰台哥们。 我来,他一直买了三套,跟我说。 这个小区买了三套,北京丰台的? 对,对,对。 哦,老板我见过,鱼。 就是那个小区的。 哪个小区?就是那个? 海岸明珠。 海岸明珠小区的? 小区的老板。 哦,一个老板。 一个老板。 哦,这房子一看,就比较大,大气哦。 你看。 它那个一楼小院处理的相当好。 是不是?咱能进去吗?不是那边进? 门在那边。 在哪头啊? 在那边。 我每次路过这,从来没进过。 我光听说这边有个小区。 是,这里,这是小区活动中心。 活动中心。 上面有钢琴,抬球,我看过。 弄得挺好。 是吧? 对。 哎呦,这还是卖车呢。 什么红旗的。 卖车了。 卖红旗的。 哦,今天到银滩一个,很有名气的啊。 这个高端小区来看看。 那有个,那有个牌子。 北京汽车。 看看那牌子。 哪有牌子啊? 大石头有个石头。 哦,这边有个桥。 这是它的大门了。 这叫秀隋雅院。 看到吗? 哦,对。 非常精致的一个小区。 对。 对对对。 来过来看一下。 你好。 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 方丈公里。 现在咱们进到小区里边啊。 一看这个楼就是不一样啊。 高端的楼啊。 这个楼不知道带不带电梯啊? 不带了,五层楼。 五层楼不带电梯啊? 我当时跟老板说了。 我说这个楼是姓鱼吗? 老板你知道你缺啥吗? 缺水啊? 我说就缺个电梯。 缺电梯。 都可以了。 它这边也是一楼带院,这个院还挺高的。 石头雷起来的。 咱看一眼它的院吧。 它给了。 哦,是这种院子啊。 非常好。 是要观点。 是漂亮的呢。 挺好吧。 对。 这个小区的院子啊,和别的小区不一样。 在什么地方啊? 别的小区都是榨栏。 而且特别低的那种榨栏。 而这个小区的榨栏呢,它就不是榨栏。 它是一种墙啊。 石头墙,气的。 这门也很漂亮。 也很大气。 藍杆也是细的。 哦,你看这小区看看。 这个家里边。 上楼梯,还有这么一个梯子啊。 上家里边。 这个房子也是垫起来的。 看你们这小院挺不错的呀。 你这房子什么时候买的呀? 16年买的。 16年买的。 哦,就刚开完就买了。 16年,对。 我16年5年才买的。 你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这房子。 70多万吧。 70多万,多大平米啊? 80。 88。 88,70多万。 您听的口音是,好像是上海的吗? 还哪地方呢?江苏的。 江苏的。 怎么样你的房子住的? 房子质量挺好。 质量挺好。 一看,他们说这是咱淫谈一个, 档次很高的一个小区。 应该这么说。 冬天购暖。 冬天购暖。 冬天购暖,对。 冬天住过吗? 6年了。 你冬天住了6年了。 冬天都在购暖。 冬天都在购暖。 暖气费贵不贵啊? 不贵,20块钱一瓶。 这是什么财房? 20块钱一瓶啊? 不贵。 那一年下来得多少钱? 1700多吧。 就是说一个冬天1700块钱的暖气费是吧? 嗯。 那还可以,挺好的。 你看那一楼小院多好啊,你看。 你那种点什么东西? 这是不会种。 哦,对。 你还有好多有杂草。 对,这是薄荷。 我们说不是要这个管理吗? 可以管理,但是没有。 交给他们买的。 刚开始帮我们送了好多菜。 哦,他们帮你种菜。 哎,那小学不错。 150块钱,他给你管理一年。 不是151,冬业费。 一块五,他就帮你打理,帮你种菜。 哦,你现在物业费多少钱呢? 我现在就一块钱。 哦。 物业费一块钱了。 对。 您这小区入住率高不高啊? 大姐。 还行。 还行。 对于什么,种那么多菜也没人吃。 哈哈哈哈。 就不种了。 就不种了,懒得种是吧? 是啊,这个山东菜菜也便宜,素菜也便宜。 哦,对。 所以,高点,养点花你就可以。 养花呗。 养花可以。 养花可以。 赶集的时候。 自己种的素是吧? 买了多少花,全部不会种,一会就种。 这个好像是石榴树是吧? 石榴树。 那个是,爬的是什么东西? 爬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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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能爬到高高的,能爬到五楼去。 您这房子确实不错。 好像是不是人家给你,统一给你送的空调啊? 统一装的是海尔。 统一都给你,买房子的时候就给你装了空调了。 它这什么都有,鸭刷都有了。 对。 进来都是,鸭刷都有。 进来都是,鸭刷都有。 那这么好的小区啊。 你的鸭刷潮不长感觉到? 不潮潮,因为它地下打得很深。 所以进家你看。 悬空了是吧? 嗯,进家要这么高才能这样。 对啊,进家有个两米,有一米多。 对。 悬空,地下有悬空吗? 下面是打得很深。 打得很深哦。 所以就不潮是吧? 你看你这厉害也不算,也不算远。 空气潮。 空气潮。 不算是因为地下返潮。 不算是因为地下返潮。 对对。 这个小区是哪地方的人多呀? 哪地方夜宿多? 北京人多。 北京人多。 他俩都是北京的。 北京人是到处都是。 这是你们北京人的后华园,银滩。 银滩北京人最多。 对对。 你们也在银滩买房了? 买房了。 对。 参观参观你们小区。 听说这小区是银滩。 比方说就是前几年的小区。 很好。 他俩没来过,我带他们来看了。 应该是排名第一。 排名第一现在啊。 应该是第一的。 它建筑质量确实。 建筑质量也特别好。 您买的时候多少钱? 4000多? 5000多? 按多几千,按了一套多少钱。 一楼多少钱。 相当于多少钱呢? 就这样。 合下来的话一平米多少钱? 合下来我都没算过。 没算过。 我这也不是计算器也算不出来。 一楼是50多万。 一楼就是70多万。 哦。 三楼就是更低。 哦。 你是70多万。 二楼才50多万。 就少20万。 60万。 哦。 看来这个一楼还是有价值啊。 说院子就15万。 光院子就15万。 嗯。 那种什么也没用。 有时候说,买个院子就为了种两坑葱。 哈哈哈哈。 那你是不是有点后悔? 还不如买二楼呢? 二楼便宜多钱。 你种什么东西吗? 今天我们吃饭种那个。 一楼有一点好,不就是不轻方便。 对。 我给你推荐一种植物啊。 全新莲。 全新莲是一种药材。 药材。 种了以后呢,全是绿的。 我的博客不是药材吗? 不是不是。 你那个,我说那个好种。 我回家七八个月啊。 就剩了一个叶子了。 有两个叶子了。 回来家二十又活了。 又活了。 现在又长起来了。 这个也是。 这个药也是。 这个薄荷是一种药。 有药用价值。 剩的那个什么, 好多药材是死掉的。 绿绿的。 绿绿的。 然后还有, 还剩过这个药材。 对对。 真不错。 你们小学真不错。 非常感谢啊。 遇到您啊。 好了好了。 谢谢啊。 哎。 那小区不太大呀。 是吧。 小区不大。 好像有三。 一二三。 应该是三台楼。 三台楼。 就三栋楼啊。 不得不得。 往后走还行。 往后还有啊。 还有啊。 你看这里他们还安排了这个 这个石头凳子。 石头。 石头桌子。 什么下个棋啊。 打个什么牌啊。 也挺方便的。 而且都是带艺术性。 带有艺术性的啊。 有点艺术。 艺术感觉啊。 它正面对面就是森森公园啊。 森林大厦吧。 也就是。 一个养老大厦。 一个养老大厦啊。 位置不错。 对对对。 这二线嘛。 二线。 其实离这个海边也很近啊。 离大海我估计也就是。 一公里。 一公里啊。 得雪一公里啊。 一公里行。 不远不近。 挺好。 一公里。 对。 我看这个楼上好像他们也送的是这个太阳能。 是吧。 太阳能热水器。 见了吧。 嗯。 它是送空调。 送太阳能热水器。 对。 走。 好。 这个小区啊。 地面呢。 都是这个用石头砌成的啊。 都是石头樱化啊。 然后旁边用。 护起来的这个花池子。 啊。 这些树还有点。 有点年限的。 这是什么树。 嗯。 和花。 哦。 啊。 这个小区的楼间距也比较大。 你看看啊。 两边。 这一楼也是弄一些这个凉亭子啊。 在屋子里。 啊。 院子里弄的啊。 这是木。 木制的。 那个是用的。 好像是。 呃。 这边是什么。 什么料啊。 都挺漂亮。 都有特色啊。 哎呀。 这成一个小房子一样啊。 对。 这是个遮阳棚。 这是这叫叫铝合金的。 啊。 这家还有一个大的一个水缸啊。 叫鱼缸吧。 可以羊羊鱼啊。 种点什么草啊。 扶贫一样的这个植物。 啊。 这小区里啊。 这到处也是大石头啊。 然后这个小区这个楼啊。 好像只有七栋楼啊。 八十八杠七。 七栋楼。 七座楼。 然后在它的最北边呢。 啊。 有一个瀑布。 哎呀。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 哎呀。 这个也漂亮啊。 这么有一个亭子。 凉亭。 这个横跨在。 这个小河上啊。 这个河呢。 就相当于这小区的内河了。 你好。 这个河叫什么名字啊。 还有钓鱼的老人。 不错不错。 哎呀。 这紫藤啊。 都结了那个什么玩的。 都结枝了啊。 都跟那个豆角一样。 大豆角。 很漂亮啊。 真是不错。 是紫藤。 是紫藤。 那紫藤挺粗的。 咱们看看它的那个瀑布啊。 这是竹林。 很凉快这边。 哎呀。 听那个流水声吧。 咕咕的流水声啊。 这是它的最北边。 秀水雅院。 看这边。 也有一些石灯啊。 然后后面。 就是竹林啊。 啊。 小区啊。 最北边的一排楼。 然后再往北一点呢。 就是它的一个小竹林。 咱进竹林看看。 是什么情况。 这跟南方有什么区别啊。 非常棒。 哦。 这边是栅栏。 哎呦。 这边这个。 这是干什么用呢? 公共区域吧。 这是一个住家吗? 然后看后面吧。 后面。 啊。 就是小区的这个。 曾哥的。 这么一个。 墙了吧啊。 用铁丝网过的墙。 那边就是农田了。 嗯。 松塔。 这么宽。 这么长的那个。 扁鱼吧。 就是鱼。 看。 都长这么大的松塔。 就是。 那个肚子这么宽。 非常好看的一个松塔。 绿色的。 你怎么进来。 混进来。 不是。 对。 对。 一起来。 对。 有缠组的。